他半夜的男生 就是十二清醒 十二開始 十二清醒 他會糾結一些事情 對 但我就會聽他講 講完之後我就會跟他說 真的不是他想的 有啊 我到昨天還跟他說 他真的很棒啊 不會啊 我覺得就是要有那個 反差嘛 母子戀 沒有外表不像就好了 但年齡確實如果真的是他 二十四歲 確實都可以生得出來了 這個是事實啊 因為我覺得其實真的在演 所謂比較情慾系的部分 不像你們看的那麼的舒服 就是應該是 那個過程應該其實還是要顧到美 跟其實也有很多顧慮的 所以那個戲我覺得不是太好演 因為我也沒有什麼 這樣子情感戲的經驗 他舒服我就舒服 所以你先問他 感同身受 對 他看起來是蠻舒服的 對 XJ好像是採用了很多影子 對他很可愛 他真的在 他真的在接之前跟我通話 接之後又通話 然後在記者會要播的時候 他又打電話給我 他就很害怕 很怕大家看完會 因為他一直有壓力 覺得我們都是演員 然後他不是 然後我說他真的很棒 我覺得大家都 不要壓力那麼大 因為已經做完了 接完了 就演完了 其實應該要等著成果的收 你知道 所以我跟他講說 你已經進自己的 那個最好的一個狀態在裡面 我覺得就夠了 他半夜打電話 蛤 就是十而清醒 十而開始 十而清醒 十而開始 十而清醒 他會糾結一些事情 對 但我就會聽他講 講完之後 我就會跟他說 真的不是他想的 有啊 我到昨天還跟他說 他真的很棒啊 我現在還沒拍過大尺度的戲 說真的 就是 那個如果辦公室那個 算是大尺度的話 那我覺得未來的那個 真的要 我不知道 可能要看導演 或者是當時的狀況 那劇中有那個 就是被說 那情況很不變嗎 不會啊 我覺得 就是要有那個 反差嘛 母子戀 反正我外表不像就好了 對 但年齡確實如果真的差 那個24歲 確實 都可以生得出來了 這個是事實啊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又欣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依佩 三力嚴選 最好算 三力嚴選 最划算 記得來看我 雙十一 一定要鎖定三力嚴選